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3日 今年年初 世卫组织曾经组织了一个议员的调查小组 前往武汉 当时这个小组当中有一个成员 他是丹麦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恩巴瑞克 他最近接受丹麦国营电视台 叫TV2这个频道 采访的时候透露个消息 他说12日公开质疑 他8月12号 这个时间在接受采访 他公开质疑年初的调查结论 他说年初得出那个结论 当时讲是实验室外泄极不可能 他说怎么得出来呢 是和中国进行谈判的结果 那就证明他不赞成 这个说法 经过谈判 双方角力不得不最后 这个顺从了 现在他这个观点改变了 他说呢 武汉疾病防控 中心实验室在2019年12月初 突然搬家 加上一名内部人员染疫 都值得对该实验室参加调查 进行调查 那他说明现在他怀疑 这个实验室泄漏了 是不是啊 这个是很大的事啊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转发的华尔街日报 和法新社的报道指出 世卫食品安全与人畜共通病毒专家 恩巴瑞克 在丹麦国家电视台的采访当中说 调查人员应寻求更多有关武汉疾病 防控中心 辖下一间生物安全 第二 等级实验室的资讯 这个等级的实验室多处 仅对人员及环境造成中度危害 不带近空中悬浮类似传播的病原体 因此实验室的通风系统 不是特别精良 内部人员也不必戴口罩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实验室值得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里边这个通风设备不好 不达标 内部的人员也不戴口罩 疏忽了 这个巴瑞克 恩巴瑞克说 该实验室临近 已知最早发现群聚感染的华南海鲜市场 有意思的是 实验室在2019年12月2号迁移了 正好是疫情开始蔓延的时间点 而它是在与中国科技家谈话时 才得知迁移这个事 它的意思表示怀疑了 它进一步解释 虽然该实验室从13年起 13年起 就不曾发表蝙蝠相关的研究 在2013年开始 它就不发表有关蝙蝠有关的研究了 这报告了 但这不代表没有研究蝙蝠 他也提到 就他所知 该实验室大都进行寄生虫的研究 包括蝙蝠寄生虫 但不排除有人试图隐瞒某些事情 恩巴瑞克直言 他说实验室人员在野外 取样式被感染了 病毒从蝙蝠进入人体 是病毒源头的假设的自一 可视为实验室泄露 也可视为蝙蝠之前传染给人类 也就是有这么种假设 就你那个实验室的人员 到这个野外 比如说到蝙蝠洞当中去了 你去研究 结果感染了 这个就等于是实验室外泄 也就是他感染之后 再传染给其他的人 就这个意思 虽然武汉疾控中心2月 曾向世卫小组报告 他们已检测 该实验室所有人员 体内似乎具有五肺抗体后 仅一人测熟阳性 且属于家庭群聚感染 然而可疑的是 中方并未说明 抗体筛减的日期 也没有保留血液样本 他为什么不保留血液样本 他不懂吗 是不是应该存档啊 也没有明确的讲到 抗体筛减的日期 显然是故意的隐瞒 他这个意思 对于世卫小组在第一阶段调查当中 指实验室外泄机不可能 恩巴瑞克透露 在调查结束前的48小时 你看他们曾经发生过争吵 国际和中国科学家 仍然无法就报告中提及 实验室外泄达成共识 就他们讨论的时候 有这样讲有那个讲 争执不下 发生了分歧一件了 极不可能的说法是在与中国紧急 紧张谈判后得出的 就他经过谈判了 咱们怎么讲 有这么讲 有这么讲 最后经过谈判 达成一个协议 这个就是说 不是实验室泄露的 他现在把这个内幕披露出来了 他表示他个人倾向于 将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 仅仅描述为不太可能 你看 此外 安巴雷克也提到了 世卫小组在与中国科学家交流以后 才获准进入了研究别墅的两个实验室 那么当时世卫专家应有权发问 发言和提问 但他们没有机会查阅任何文件 就中共对这个他们的调查进行了限制 就是世界非常基础 非常短暂 你只能进来看一看 留了一圈 根本没有时间查阅任何文件 你不查阅任何文件 你怎么知道研究这个 蝶蝠的两个实验室没有泄露呢 对不对 他还说 被怀疑带有病毒的蝶蝠当中 没有一直是在武汉周边的野外生活 就是这个蝶蝠不是在武汉生活的 唯一有可能接触这类蝶蝠的是武汉 各病毒实验室的人员 这是他现在得出的一个结论 这个人是世卫病毒溯源调查小组 第一位去调查的丹麦科学家 他叫恩巴瑞克 他认为武汉疾病防控中心实验室有诸多疫情相关疑点 等待着什么呢 离情啊 这是他的照片 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人给人感觉好像目光挺深邃啊 他现在这个披露了消息 我认为他披露的消息最可贵的 最有心意的就是这一句话 就什么呢 就是他们得出这个实验室外泄极不可能是与中共是中国谈判的结果 并非是事实 这个意思啊 说现在你看他突然间讲述这么一个说法 这就和这个美国这个17个情报部门啊 这个已经按照拜登的指示啊 进行了这个溯源调查 拿出这个报告 离最后的时刻临近了 倒计时了 这个丹麦科学家也跟着开始这个发表观点了啊 他的观点值得注意啊 我再强调一遍就是什么呢 实验室外泄极不可能是与中共谈判的结果 并非是事实 这是他讲的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